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中央团这几个字 他们都说我知道这个乐团 而且我很喜欢这个乐团 那是我未来的梦想 而且我也希望香港中央团 我们所从事的中国民族管轩艺术 能够得到全世界的音乐家所的喜爱 更多的作曲家 能够用民族管轩乐队的一种形式 来表达他们的一种感情 表达他们一种思想 所以未来香港中央团还会举办 比如说国际的作曲比赛 我们会违约更多的国际的作曲家 来加入到我们的民族管轩院的艺术里面去 让真正的 让我们的中国的 就是我们的中业的艺术 能够步入到世界艺术的智能里面去 其实一个人的成长最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性格 我觉得我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见的东西很很有限的 要不断的有一种开放的一种心态 这是很重要的 就让人的一生整个过程中间就是一个不断学习 不断开发自己的潜能的一个过程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是你自己去单打独斗还是不够的 要需要家庭的支持 所以我想这么多年来 不论是我的父母亲还是我的兄弟姐妹 他们始终如一的支持我 还有我的太太 我的家人 我的孩子们 对我的事业真的是做出了非常多的牺牲 正因为有他们这种精神 这种对我事业上这种牺牲的中心 支持这种精神 我才可以走到今天 所以说既然有这么多的人给我的支持 我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突破自己 所以不断地突破自己 不断地去学习 不断地给自己每一个阶段 来设定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目标和理想 才会让自己走得更高 走得更好